到了十年之后 他自动地会十年十年下去 你就不要劝了 他自己明白了 十年他心是定的 至少我十年的时候 我要专告一样东西 不再大妄想 所以容易得定 容易成就 这样才行 所以护法 如果遇到这样的 善知识 无论是在家出家 那就真的是佛门的宝 我们要重视 要护持他 要帮助他 要成就他 如果幸福气躁 你冷静观察 他还有是非人物 在瞬间 他还会深欢喜心 逆境 他还会有愤怒 还有诚慧 那这是普通人 那这样的人就太多了 很难成就 第四个问题 是杜颂经的常念福 与多元文化音如何真正圆柔 这个没问题 自然就远柔了 为什么呢 杜颂经典常念福是自己内修的事情 你能够保持 你自己的功夫 不至于退转 不至于退转 希望你自己功夫 能够于时俱进 不受外面境界干扰 多元文化 是要跟外界打交道的 所以自己也要有一定的定力 你才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 功夫不到这里 那我们对外界打交道的范围 越小越好 如果确实有这个定力 有这个能力 也有这个机缘 那就应该要做 还是守佛族的老规矩 虽缘不叛缘 有机缘的时候 那就是等于是一般人家上天教你做 所以佛菩萨教你做 你就不能不做 所以没有机会 不要去找 下面第二个问题 和谐社会 从我心开始 别人错的也是对的 我对了也是错的 这个道理 弟子能理解 但于平日 如见他人 毁坏三宝形象 清神常驻等四项 应付勇于制止 如制止是否戒怨 怕戒怨而不制止 是否自私自利 你问的这个问题 前面我说的这个话 你并没有懂 这个话是我在讲经里面讲过的 别人错的也是对的 我对的也是错的 这个话你没听懂 你要听懂了 一定问题就没有了 你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 怕的是你自己还不明了 你一看到别人 毁坏三宝形象 清神常驻等四 你就错了 别人干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怎么会起心动念呢 你用心不像镜子 镜子照得清清楚楚 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人家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若无其事 你怎么还会起心动念呢 还想去制止呢 这时候怎么办 心愿制止自己 制止自己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不要去管外面经济 外面经济 凡索有向解释许我 为什么呢 它不是你的事情嘛 这个事情是谁管的呢 寺院里面的住持当家 他管这个事情的 要有人来破坏 他要出来制止 你是寺庙一个亲众 你不管这个事情 你就不要去支持 所以说 不再其位 不抹其正 人家破坏了个寺庙 破坏什么 与你什么相干吗 这个道理要懂啊 这个道理很深呢 所有一切境界在境界 善的境界 物的境界 你都不起心不动念成佛了 所以一切境界 是帮助我们 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 就看我们会不会用 会用 都成就 不会用呢 你被境界转了 你要会转境界 哪个境界不是好境界 所以 古人讲得好 静云无好处 好处在于心 看到别人不好 你要想干事 你就起心动念了 错了 大错特错 在这个境界里面说 如何能够像佛菩萨一样 不动心 如如不动 这对 所以还是要 延迟戒律 认真 把自己戒律的目的 没有别的 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 淘汰掉 所以一切 与一切 释出世间法里面 都不执着了 你挣阿罗汉库拉 能再把分别断掉 那你就挣菩萨库威了 你有这个能力 你才能教化忠诚 你才能帮助别人 破灭于开悟 所以这个要知道 这个几句话 很深 离很深 意思也深 不要轻易地 不要轻易地 错会 所以 所以所有一切境内 都是真上瘾 顺地是真上瘾 逆境也是真上瘾 成就自己重要 第三个问题 他说我听理讲经七年 从无间断 主要修行 从断缘下手 现在世上 身口 虽叫清净 但无法做到不动面 请问 这样能往生吗 往生要问自己 这个 待业往生 念头有没有 有 念头就是业 可以 待业往生 这个在其他法门里面 八万四千法门里面 还有念头是吧 不能开悟 不能争过 这是障碍 但是 念佛法门里面可以 你要会把念头转 转到哪里呢 转到佛号上 齐心动念 没有别的念头 统统是阿弥陀佛 这样就决定了人